這個章節我們要講的主要就是自動跟進信件的使用 自動跟進信件在網路行銷裡面非常非常的重要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就是GetResponse 這一套支援華文非常好非常好用 那其他的軟體 以國內的話之前我們介紹的是借利庫的軟體 那現在我們介紹這套是國外的軟體 而且它的功能很強 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它的實際操作介面 那現在我們先簡介一下 它其實在去年開始已經有支援中文版了 可是這個中文版它只支援了簡體中文 只支援了簡體中文 但是OK啦 就是簡體中文看得懂 繁體中文其實沒什麼差 就是我們在撰寫的時候其實都是寫繁體中文 操作介面它以前只有英文版 但是現在有簡體中文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它提供適用30天的版本 而且這30天的版本 它是沒有任何功能上的限制 只有使用人數 就是收集名單的量 限制在250筆以內 使用版是限制在250筆以內 那其他功能幾乎沒有什麼限制 那我們看一下它的價格 在這邊有一個pricing 價格 1000個訂閱者 就是1000個聯絡人裡面是每個月15塊 那如果你一次買一整年份的話 它還是一個月12.3塊 那一般最多人買的是這個方案 就是每個月25塊 然後你的訂閱人數 就是你的聯絡人的上限是2500個人 然後每個月如果是年繳的話 平均每個月是20.5塊美金 這邊講的都是美金 那也就是說假設你今天聯絡人呢 還不到1000個的時候呢 你可以去買這個 比較低的15塊每個月的 或者是年繳 平均每個月12.3塊的 我目前是買這個方案啊 那只要上去的話呢 我就必須再購買這個 超過1000人的話呢 我就必須升級成每個月25塊的這個方案 那年繳的話是20.5塊 那要注意的是呢 如果你是年繳的話呢 那下次就是要年繳 下次就是要年繳 那如果你是月繳的話呢 下次就月繳 那月繳能不能跳轉成年繳呢 這個我目前還沒有測試過 我不知道 那我自己是 目前是年繳這個方案 那因為我之前有用過借力庫啊 或者用別套的啊 那這套呢 其實我兩年多以前就已經用過了 可是當時呢 我自己架了一個電子油鍵伺服器的方案 所以我就沒有再繼續使用它了 但是呢 我為了做教學 還有 還有另一個原因就是 其實它的系統真的蠻強的齁 我之後再來做介紹 為什麼我還是把它用回來這個 GateResponse 就是它的收信抵達率還蠻高的齁 所以我還是建議大家是用GateResponse 那如果你要年繳的話呢 你就是勾選這個齁 Save8%有沒有齁 就是你 Annual Discount 就是年繳的話呢 它Discount 有這些齁 如果你選這個方案的話呢 它就標出價格 它幫你省下32塊 4毛錢的美金 如果你選擇這個方案呢 它會省下54塊美金 然後你再按繼續就可以 繼續去購買齁 那如果你還沒開始要購買的話 沒關係 我們就先用那個 試用版就好了齁 我先回到首月來 然後這邊有個try 免費30天你就按這個try 然後寫著你的email 你的姓名 還有你要使用的密碼 然後就開始使用這個測試試用版 那我先回到 因為在這個 假設你還沒有登錄之前啊 這邊我看一下 這邊最下面這邊有 這邊有一個 你看這邊有個簡體中文 如果你看英文看不習慣的話 你就把它切到簡體中文 那你就可以看到 設備功能價格 會員幫助企業博客 登錄 你可以免費試用30天 好 那我目前已經購買了齁 我的另外一個這個 Chrome這個瀏覽器 我是已經login了 有cookie記錄 所以我直接按登錄 好 然後 因為我已經登錄帳號密碼 所以我直接這邊寫 go to dashboard 就是到你的首頁去 控制儀表板去 好 那這邊就會秀出 我這邊有三個campaign 三個campaign 就是三個活動的意思 你可以去建立多個活動 那這邊會秀出說 你目前的campaign有幾個 這邊下拉 有幾個campaign 那你要建立新的campaign呢 就是這邊有個createcampaign campaign的意思就是活動 那活動是什麼意思呢 我把它稱作群組 群組類別 群組類別 這樣比較容易理解 也就是說 我這個line的這個群組類別呢 我收集的名單都是對line有興趣的 那我設定的跟進信件呢 都是針對這一群人設定的 所以這一群人呢 他們就會收到我每隔兩天寄送的一封 跟line行銷有關係的電子報 好 那這個Jerry001呢 是我幫另外一個朋友Jerry呢 他是專門賣房地產專業資訊的 所以他的這個campaign呢 就是這個群組類別呢 每隔幾天會發送的email 就是屬於房地產方面的資訊 另外一個呢 另外一個是我做測試的 所以目前沒有人訂閱 沒人訂閱 好那今天呢 就先介紹這一節先介紹到這邊 就是你先申請一個免費的帳號 然後進來呢去看一下你的內部 你的你的那個get response的內部 然後你要看中文的話呢 就是在下面的地方你切一下 你選擇你要的語系好 我選擇簡體中文好了 好這邊就會列出簡體中文 蛇 然後 你選擇